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流量进来了,也不一定会转化,成为你的订单,最终白白浪费掉,还会拉低你的转化率,能够吸引站外流量的,一定是比较低的折扣,因为一个站外平台,不可能只放你一个人的产品上去,你的竞争对手,说不定也在这个平台,在做活动。 如果你的价格高于竞争对手,那么你将会成为炮灰,做站外活动,优化是前提,同时平台类型和价格是最大的影响因素,如何跟踪,竞争对手站外,做了哪些推广活动,店铺品牌名家,Dios在谷歌搜索,再选取时间查看,最近是否有做站外,店铺品牌名家,Review在谷歌搜索, 在选取时间查看,最近是否有做站外,在谷歌里勾选视频,一栏,可以看到YouTube上做的站外测评,在选取时间查看,最近是否有做站外,勾选全部,可以看到,他在媒体网站和论坛上做的Review,直接在Facebook搜索品牌名,可以跟踪到,竞争对手Facebook Page页面和在群组上的活动, 通过在谷歌里搜索品牌名,查看竞争对手的网站,再通过SimilarWeb或SimilarSite分析网站的流量入口,同时根据竞争对手网站,查看在站外做了哪些活动,如何怎么样去找到,适合自己产品的,站外Deals网站, 通过网站分析工具,SimilarWeb,SimilarSite,谷歌关键词搜索,DealsWeb,WhereToPostDeals,Etc.,Top10DealsWeb等,通过谷歌,雅虎搜索竞争对手,品牌家,DealsWeb,站外Deals开始前,如何做充足的库存, 和需要哪些应急措施,作为后补,跟踪竞争对手,估算库存,微调价格,控制优惠码的数量,多种优惠手段组合,把搭配其他产品一起,购买作为一项优惠条件,如何找Deals的红人,Google搜索红人任务网站, 发帖征集,写明自己的要求,产品和付费情况,征求红人,代为发帖,如何筛选,YouTube红人,根据产品发布时间,区域选择红人,达人,至少在一周内有活动,一定选择达人,在YouTube上视频推广的系列产品,与自己产品高度相关,达人在YouTube上视频评论区, 经常回评与粉丝互动,推广产品高度,相关订阅人数,至少一万,每个视频观看量,不少于一万,YouTube右侧推荐的,相关视频与产品,相关度高的红人,最好能免费,unboxing测评